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 我們就講一下一些 親綠的媒體到內 另外,究竟是怎樣操作新聞呢? 如果你看到他們的東西,你真是麻煩的 好像跟世界是倒閉的 好像他們一篇 就叫做 這是他們的原題 不過現在改了題目 就叫做《市由時報》 當然很多KOL是用它來做reference 那你死吧 有一位被Youtube禁了 因為是用了這個抗辯的理由 更慘 我們講過《市由時報》 其實很多是copy and paste 大紀元下面的 一眾 的媒體 大紀元被叫什麼呢? 你知道那一系列 暴遙帝國 沒錯 他們就寫 美智庫民調 月判美國人支持加強 台灣軍事部署 他還引好 用引好就是代表 原文 和增加軍售 其實是什麼呢? 他們有一段是這樣的 就是 美智庫 雷根研究所 一同執行民調 結果顯示 對於台灣所面臨被中國入侵的威脅 全部引述 有56% 美國人支持 美軍在台灣 周圍增加軍事部署 以阻止中國的武力 侵犯 另外30% 的人就反對 用這句話 我們看看英文原話是怎樣 一半的美國人就說 他們 支持 增加 美國的軍事存在作為一個 是阻止 中國入侵台灣 的一個手段 我這樣翻譯沒有錯 應該沒有 你這個題目 他就說 增加軍事存在作為 是阻嚇中國 是 入侵台灣的手段 這個 我是引述他 我直接翻譯 同 加強台灣軍事部署 你看這條題目 你說 是不是美國人支持 直接在台灣軍事部署 沒有說過 不是 但是如果你看這條題目 就好像 原來他支持 在台灣軍事部署 如果你這樣眨眼看上去 而且他用引號 在裡面 是這樣說 但是 朗盧烈根 研究所所寫的 並非如此 霍士 他的原題目 多數美國人支持 美國軍事存在 那就是 阻嚇中國的威脅 軍事存在 還有他還有一個 在台灣 在台灣附近 軍事存在 但是你加強台灣軍事部署 你是 在台灣 跟在台灣 差很遠 對呀 在台灣就是在台灣島內 對呀 你這樣誤導人家也可以 我聽到 台灣是附近 你這樣想的話 應該就是日韓 對呀 沒錯 沒錯了 沒錯了 所以 你這樣 真的差很遠 這就等於誤導人 但是 他有一件事很厲害的 我發現了 老三和時由時報 每次 那條新聞講得很大 他就會修正 幸好我們有截圖 幸好我們截圖 現在那條新聞不是這樣 現在的新聞 就是直譯 剛才我說的 用霍士的直譯 其實這件事 挺貴的 一開始就被你 先入為主 記住 記住 現在是這樣的 是超過半數美國人 支持加強台灣軍事部署 你這樣就有奇異 他就是想這樣 支持台灣軍事部署 應該是支持加強台灣附近軍事部署 周邊你對呀 你這樣附近 和加強台灣軍事部署 你這樣 說真的兩個意思 你們不是經常說 那些什麼新聞法 是不可以造假為現在 其實在 西方來看 其實已經是 造假了 為什麼沒有人說 我想問 當然現在他們也說到另一件事 就說 習近平從 俄烏戰爭 有沒有學到教訓 他們有一篇就說 看到 瓦格納集團的事 就嚇怕了習近平 你剛剛在床下底那裡捐出來 是不是這樣 你怎麼知道他 你怎麼知道他怕不怕呢 是 而且 他們就說 但是他們 聯合部說的跟這些 親陸媒體說的就有些不同 因為 當作給錢的東西可能會好一點 你看他寫的東西全部 就很多 西方 休解放軍 恐休化 這個親台戰略 親台戰略 我引述他 其實在過去15個月 中國大陸政府和軍方領導人 他們就說 很沮喪 看到這個 我戰爭的進展 嘴喪這個是很主觀的東西 你又是在床下底出來 剛才這個很好笑 從原本 預期的閃電戰 變成一系列 以俄軍挫敗為 以俄軍挫敗為最主要狀況的漫長虎戰 虎戰是 但是是不是以俄軍挫敗呢 我想問問你現在 丹巴斯是誰控制的 你用挫敗的話 你如果用挫敗兩個字 是不是他們都應該走了 丹巴斯是誰控制的 哈爾曹 習波羅伊 全部都是俄軍 美方的戰略家 原先希望俄羅斯的失敗 和西方的強硬回應 會令到中國 對 武力犯台三思 這個我引述他 但是取諸事態發展 而現在 這些戰略家開始擔心 北京從這場戰爭得到的教訓 會不會令到他們 撤上南沿北撤呢 他的意思是 你又說教訓 現在又說撤上南沿北撤 其實你們說話都沒有邏輯教訓 應該說北京看到的事好一點 應該教訓 應該知道了 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你說 越看到我就越要這樣做 我明白他的邏輯在哪裏 解放軍人吸取 俄軍的 整場戰爭的 大量失敗經驗 我想問一下 現在有沒有人退兵 你最多說是撫戰 剛才說漫長撫戰 就對了 他說挫敗 挫敗為主 這場戰爭 他說俄軍 以這場戰爭挫敗為主 跟事實差很遠 就算此時此刻 你說瓦格勒集團 對俄羅斯有沒有一些動搖有 但是有沒有你們說得那麼誇張 你們有把握得到 反攻的時機 還是 還未反攻的 你們自己軍事部長說的 是的 準備工作 烏克蘭軍事部長說的 他不會說 反攻的 是的 那麼 可能會導致 這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他就說解放軍 吸收了俄軍經驗 就剛才說 南緣不設 但是現在又說可能導致 更有把握是侵台 他們就鼓勵了 華爾街日報就說 中國上一次戰爭 在1979年 對上的 是越南 最後以平手收場 好像是美軍退兵 不是他說是越南和中國的戰爭 對不起 我覺得是慘性 當然有些人就不是這樣看 這是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中國過去 景仰俄羅斯 能夠以武力強 取豪奪政治利益 但是這種感覺 習近平已經消逝了 哈哈 但是這麼多年 中國有沒有 進入過其他國家 除了 之前你說的那一場 有沒有像你美國這樣進入 阿富汗和伊拉克 我想問一下 沒有 他說本來想學俄羅斯 去別人的領土 我就覺得 這個真好笑 經常覺得 現在他害怕了 其實 那麼主觀的事 兩件事你都證明不了 第一就是去別人的領土 你證明不了有沒有 是 第二就是 現在害怕了更加證明不了 兩件事你都證明不了 是 沒錯 所以 你一定有想過 你是不是想這樣說 你怎麼知道 你這麼厲害 現在我們帶不知 現在我們帶不知 沒錯 沒錯 他們就說 俄羅斯的軍事形象和可信度已經崩潰了 崩潰了 就是應該 開始失敗了 有沒有 退兵 跡象 沒有 沒有 現在美國同盟有關注戰略的問題 就是俄羅斯的挫敗 即指今次阿格納集團 搞到俄羅斯挫敗 你說有沒有影響由 但是挫敗這個詞 到底合不合適 我們經常說 好像一兵一卒都沒有選號 當然是不是對他的 權威由所 是 削減是由 但是 我覺得 他修正之後 還是穩如泰山的政權 俄羅斯的挫敗對於中國統一台灣的 目標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這個至關重要 尤其是對美國 因為跟烏克蘭不同 如果台海 發生戰爭 美國 將會 直接捲入 直接捲入是給軍備 還是派兵 而台灣 更加貼近全球經濟核心 GDP是烏克蘭四倍 並且幾乎壟斷全球 最先進的晶片 製造 這個你就說對了 你經常這樣說 你說得那麼危險 他就叫你搬去美國 搬去德國 你經常說的 你經常強調那麼多 後來還找一些 官員遊說 放得外 你叫雷蒙多不要 整天去台灣 他沒有說去台灣化大 就把東西搬去台 搬走 歐盟之前也說過 我們太依賴台灣晶片 你不要以為 他不會叫你走 一直守住你的島 為什麼他要台積電去 你自己想 隨著 解放軍 就在台灣島 周圍加強海空兩路的軍演 看來 澳戰爭對於大陸 處理台灣問題毫無影響 亦對美國試圖把 台灣問題烏克蘭化 表達不滿 但是這個中國前駐美大使 崔天凱就說 當然 我應該盡快止戰 但無論 那裏發生什麼 都不會阻撓到 我們推動統一 我覺得 他又好像說到 發生新大陸 不是一向都是這樣的嗎 對於中國來說 國家統一是一個目標 無論國際環境如何都好 當然這個美國官員就說 記得之前說過 習近平打算2027年為期限 要解放軍做好 蓄兵台灣的準備 這都是你們說的 那麼 西方官員 跟 我們媒體一致認為 即是台灣媒體一致認為 澳烏戰爭 令北京重視 起這個戰爭 不可預測的本質 本來他們不知道戰爭不可預測 不是正常人都知道戰爭不可預測 有很多變數 你可以這樣說 這個就不用縮在習近平床下底 正常人都知道 你說到好像是 他們現在知道戰爭不可預測 有沒有人像你那麼狡猾 我也不想這樣說 你看 如果你相信他 你不看英文原來的 你知道因為 可能 有些地方 不是全部台灣有些地方 可能 那些人就比較少求真 看回 原來那些 叫做 原來來自愛民那些東西 如果你不看的話 那你糟糕了 他說的真是差 我們不是說 什麽 就是這篇東西 其實之前都很多很多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在咪口都說的 經常笑他 這樣說的 又是跟世界倒轉 雖然 敘利亞和 喬治亞 就是格洛吉亞 取得一系列的成功 但是經歷過沙場 歷練的俄羅斯職業軍人 去年未能夠一舉拿下幾乎這個真 之後更加 不是吧 之後更加將 這個 已經佔領的大多數烏克蘭領土全部丟失 什麼 我想問 哪裏 哪裏 怎樣大部份 哈爾科夫是拿回的 即是他講到 去年最初 大半的烏克蘭領土他們都已經 拿回來全部都沒有了 但烏克蘭不是這樣說 哈 烏克蘭不是這樣說 我們上次不是說過烏克蘭 國防部副部長 他 亦都說 現在拿回 收復的土地 是慢了 還有什麼大部份 這個美國都不敢這樣說 當然他們就引述美媒 就是去年6個月 俄軍已經有10萬人的損失 雖然解放軍 進行現代化配備的新式裝備 但是實際上 戰場上的表現仍然未知數 你 你拿美軍那些 那些都是未知數 大家都未知數 白癡 因為武士兵具有實戰經驗 你們有沒有 掃地的實戰經驗 遊場的實戰經驗 我戰爭更突顯了入侵行動 不可預知的風險 很可能為台灣和他的盟友 爭取到寶貴時間 和戰略威嚇 大陸的這個空間 這個 巴黎戰略研究基金 亞洲部主任 這個經常訪問 因為有台份子 雖然台灣是北京的主要目標 但是中共 首要的任務依然 是政權的存在 要保持政權存在 他就說 經濟崩潰 最終導致軍事失敗 以及 佔領台灣失利 而蒙受的羞辱 都不是 通往生存的道路 這個都是廢話 但是 經濟崩潰有沒有 暫時 沒有 這個我當他說得對 如果今天狀況真的會這樣 但是 你又不想一下你又會有什麼付出 美國和 盟友 現任官員都說過 澳戰爭是 揭露了 莫斯科和北京的說法 什麼說法 退廢無能的西方民主國家 最終沒有辦法避免失敗 特別出乎意料的是 歐洲國家 竟然願意制出重大的經濟 制裁 切斷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並且軍援烏克蘭抗戰 你有沒有說西方國家的民眾民意調查 最新顯示就越來越受不了 現在 交戰當中 你不可以說成功失敗 是呀 還未知之數 現在 現在到最後 已經分出勝負了嗎 有誰有膽敢說出來 我現在已經勝利了 有誰有膽敢說 俄方也不敢說 烏方更加不會 是 他們就說 很多美國和 盟國的官員也都說 現在 認定 北京學到教訓 不敢 是 侵台人 為時尚早 俄烏戰爭未停止 俄軍也都 不見得打敗 這個也對 在 西方一連串 制裁之下 俄國經濟未崩潰 俄軍的損失激增 亦都明顯是陷動了普京的政權 這句話我就不同意 陷動政權 我們之前舉過一個例子 薩達姆 他輸了場戰爭有沒有 有沒有事 對於西方的團結 中俄仍然 可能認為 烏克蘭的統一戰線 遲早會瓦解 時間可能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就會瓦解 中俄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就崩潰 有什麼依據呢 認為 認為嗎 就是斷九鼓 你可以這樣說 俄國的狀況 俄羅斯的戰況 陷入極度艱困當中 但是他們依然有更多的人力軍力和綜合國力去支撐 普京 輸這場戰爭不容易 這就是他們引述另一個 西方官員說的 這個好像正常一點 否則 他怎樣過日子呢 另一方面 如果 戰爭抗日持久西方支持 何以為計呢 很多層面 西方團結 力挺烏克蘭的未來 和保護台灣交戰 和保護台灣的挑戰交織在一起 是你自己這樣說 到時你自己變成前線 你不要牙斬斬 你這麼喜歡打仗 你自己越想越發生 但代價是雙方都承受不起的 可能是美方或者中方 沒錯 美國拜登政府和北約的主流看法就是 如果不能夠 阻止 俄羅斯 繼續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就會令北京變得很大膽 你剛才找鬼 美國退役的陸軍駐 與歐洲司令員 Hogges 如果中國看到 西方不願意團結幫助烏克蘭 對付俄哥 這個再明顯不過的 侵略者 無論西方對台灣說什麼 中國大陸都不會 當成一回事 其實說真的西方說什麼 中國大陸 都會保留著最後 沒有 統治這個手段 這個是這樣的 你說什麼都是這樣的 唉 另外一種看法 美國主要是來自美國共和黨的 就認為軍門 烏克蘭已經大大削弱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 台海 戰士如果真的有的話 需要大量的軍備 而這些軍備就在烏克蘭 戰場上消耗 這個不是認為的 這個是事實 連之前答應了台灣的軍備都要延遲交貨 是 美國是唯一 是供應 台灣地區軍備的國家 台灣現在買幾百位的魚叉反艦導彈 就為了應對對岸的兩棲攻擊 當局仍然在決定 是不是會轉向所謂的 刺衛 賭戰 即是以大量的反艦 反戰車 和防空飛彈 阻嚇對岸 台灣目前 方針優先考慮昂貴的軍艦和噴射戰機 以應對解放軍空中和海上不斷的攻勢 但是這種 大型目標很可能 在開戰的幾小時 迫於兩岸的軍力 越實力懸殊 就會被摧毀 因為你始終 你買得多少 拜登 一度再說明 如果大陸 出兵台灣 華府將進行干預 但是 和北約 相比 美國 一直都是做戰略模糊 並未做出有 弱速性的明顯承諾 這個是真的 另外根據戰略及國際研究所 今年的兵退 我想說 在不同狀況下 記得那次 美國會慘性 你記住加上日本才慘性 就說 中國大陸出兵 多數會失敗 但是 在台灣 孤立無援時就會取勝 不過 記得當時 到時台灣經濟就會 嚴重摧毀 而且美國會失去超級大國的頭把交椅位置 其實你一說這些 其實美國人會計算 他現在用台灣 叫做潛制中國 其實就是為了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優勢 是嗎 會不會因為你而失去 大佬的地位呢 是呀 你想過 沒錯 大家想想有個地方的英國 經過戰爭之下 他就是 失去世界頭把交椅位置 自己想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